同一搜救人員背著藍色外套女子 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一手拉著繩索穩住腳步 下一秒 滑了一跤就怕两人滚下去 前后两名搜救人员赶紧上前辅助 全都是因为四号有登山队 前往南头登山 其中一名五十九岁彭姓女子 行经古道时却不小心扭伤右脚 无法行走只好报案 搜救队获报或触动十二人 进行抢救 用人力接驳的方式 将同姓女子背回山下 送一治疗 山去的意外还不止一起 所长吃力的用背驾轮 将男子背下山 全都是因为抢救的证明于姓男子 二号到台东误入村找朋友 回城徒步要到亲友家 却因为酒醉滑倒脚扭伤 随后直接昏睡草丛中 隔天亲友找不到人 找急报案 山区意外频传 亲密廉价民众规划登山出游 或含亲友聚会 但没有多家留意脚步 发生意外又得养伤 开心的假期也泡汤了 华尔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登山之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